请问师傅食物是否也有阴阳五行之番 哪些食物属阳哪些食物属阴要少吃吗 如果一个人五行不全的话 是否可以从食物上得到弥补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当然可以了 就是调阴补阳呀都是这样的 调阳补阴也是一样的 比方说这个男人他的火气太旺 他应该多吃一些莲子啊 比方说黄瓜啦 这些都是属阴的食物 比方说芹菜啦 对不对呀 所以为什么绿叶菜特别好呢 它是清 就是让你比较脑子清醒的 实际上它是一种偏阴 但是呢又有阳的一个种食物 所以为什么要吃一些清补粮呢 就是这个道理 像人参啊这种东西都是属于阳气十足的 阳气十足 比方说你吃土豆 它就属于阳的 还有你经常你经常吃火锅的话 火是热的嘛 所以你也会啊这个人的阳气增加 啊所以呢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一吃火锅的话 这个生病的人呢 啊他就会情绪会好起来 啊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呢有些食物呢 的确是比方说像大豆啊 他就比较中性比较好的 还有那些比方说苦瓜啊 他其实是良性的 所以你说你知道吧 这个这个食物跟人世界上一样 很多人很苦啊很苦 就是他们阴气太重 所以这个人才会苦 所以你看苦瓜他苦吧 吃在嘴巴里苦的 就是良性 他就是阴性的良性的东西 明白了吗 哦